其实金刚全法就是气随身走 你身上的气要跟着身体走 好像你比这样的气要到这边来 气到这边去 然后在你的头气到喉咙 然后下降一直到你的身体 到你的脚 前身四肢 那个主要就是金刚全 这大哈斗身 甚至于碰创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姿势 这个调柔自己本身的身心 要调柔自己 还有大哈斗身 大哈斗身 哈 大哈斗身 所以这个本身来讲都是一种气本身的一种作用 你这个好像弓箭步 我们讲的弓箭步 三七步 弓箭步的步伐 像这个就属于弓箭步 一脚这样子 一脚绳子 一脚这样子 就是射弓箭步 弓箭步 这种说法 另外三七步 什么叫三七步 什么外八日的步 还有金刚处 金刚处的印 金刚处印 这个脚 注意这个脚要站起来 两只脚弯曲 像金刚处 身体 手 像金刚处 金刚处印 另外你看看 多谢帕 单脚 独立 夹 卡掌卡 都是属于钱法 都是属于金刚钱 金刚钱不是在打架用的 不是说我练这一套钱就可以跟人家打架 不是 而是你身体的气在流畅 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身体为什么会痛 因为那里阻塞 气阻塞了 脉阻塞了 那里发炎了 那个才会痛 如果气能够到那里 灼火能够到那里 那就不会痛 你身体不会痛 没有痛的感觉 很多人都讲说他身体哪里痛 哪里痛 这里痛 哪里痛 那就是脉 你本身的脉阻塞了 你的脉发炎了 发炎阻塞了 才会痛 如果能够调柔你自己的身体 你身体从来没有哪里痛 哪里痛的 那么多个原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